果面一下油鍋炸到金黃酥脆 剪開放上一層層配料 外脆力嫩的脆皮棺材板 熱騰騰的送到客人手中 有沒有想要吃 妳喜歡妳吃的是什麼口味 芥黃雞塊 芥黃雞塊 不只口感酥脆 口味變化更是多元 妳點的是什麼口味的 我吃的是芥黃雞塊 口感吃起來它的外皮很酥脆 然後內裡是軟軟綿綿的這樣子 這家位在桃園芭德的棺材板 竹打酥脆的外皮多變的口味 不同於傳統的濃湯內餡 老闆選擇更多的家常料理 而啟蒙老師是媽媽 她很會煮飯 然後有一次偶然見到棺材板這個商店 就看到說這不是我媽媽小時候 常常做我們吃的主食物 然後因為我小時候我也沒有說 吃過外面的營養午餐 都是吃我媽媽煮的便當 然後我們就想說 可以把便當菜放到我們棺材板 白醬培根 咖哩雞 黑胡椒牛柳 全是消失後 媽媽的拿手好菜 純純滋味 再經過改良 他們的口感還不錯 滿好吃的 脆脆的 你喜歡它的什麼口味 我喜歡它的鮪魚 它那個鮪魚吃起來很香 每種主菜下方還會搭配高麗菜絲 不只解膩也讓口感更有層次 鹹的吃完想吃甜點這裡也有 超大一匙冰淇淋放在剛炸好的吐司塊上 再淋上煉乳蜂蜜 撒上五顏六色的巧克力米 若算熱量可能很有罪惡感 但吃上一口滿滿幸福滋味 上面是冰淇淋 然後淋上蜂蜜煉乳跟巧克力豆 挖一口冰再插一個吐司這樣吃 老闆鑽進記憶中尋找媽媽的味道 在打破傳統研發創新口感 收服不少顧客的味蕾 TVBS新聞廖宗慶 藍婷 桃仁 蔡美鳳